大家好我是Challin 這次要來分享在RO仙境傳說中 關於服飾附魔時的介紹 當大家把裝備欄打開時 會發現在第二頁的地方 有著和一般裝備欄相同的空格 這些空格可以分成兩種區域 第一區是頭上中下和披肩 這一區穿戴的就是服飾 服飾會顯示在角色的外表上 而且服飾可以附魔 但並非所有的服飾都可以附魔 要看到道具說明中 由可制綿綿島附魔 這算說明才可以附魔 可附魔的服飾通常是 藉由轉蛋出產 或是活動取得 也可以藉由使波浪壯力硬幣 將特定的裝備道具 變成可附魔的服飾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香水任務的影片 而第二區穿戴的是影子裝備 可以看作是額外加強能力的裝備 通常會裝各職業的影子套 來達到對一般魔物50%的破防 或是2.0的影子套 來達到對BOSS和一般魔物的破防 關於這一區域 未來會再說明 而如果想要對剛剛提到的服飾 進行附魔 就需要附魔石 附魔石可以藉由幾種方式取得 一種是靠轉蛋物中的職業強化石箱子 打開就能隨機取得一顆附魔石 也能夠靠轉蛋物中的 服飾附魔石精靈合成箱 將三顆不重要的附魔石放進去 隨機兌換一顆附魔石 除了轉蛋的方式之外 還有將服飾兌換成附魔石的方法 大家可以從伊斯魯的島右上 和這位貓咪 對話傳送到綿綿島 然後進到9點鐘方向的房間裡 在這裡可以用商城道具 迷猴桃果實50顆 和海丹匪羅 兌換當期的服飾隨機一個 我們來實際兌換一次 看能換到什麼服飾 我們拿到一個飾品 我們兌換出來的飾品 必須要鑑定 獲得一個箱16的眼淚服飾 而抽到的服飾如果不喜歡 可以再次和它對話 將服飾變成服飾附魔石箱子 接著將箱子打開 就能隨機獲得一顆附魔石 我們來看看能拿到什麼附魔石 1、2、3 暴擊石頭像 還不錯 要注意的是 這種靠迷猴桃兌換的方式 並非所有的附魔石都能獲得 當期有當期對應的附魔石箱子 所以抽獎的時候要特別注意 而這種獲得附魔石的方式 也是比較常用的 因為可以先抽一次服飾 如果剛好抽到有價錢的服飾 就能賣掉賺錢 如果抽到不喜歡的 也能換成附魔石箱子 再抽一次獎 而附魔石的效果非常多種 有增加能力的 也有額外增加技能的 比方說貪婪石 還有讓角色更嚇趴的特效石 比如白體效果石 如果要附魔特效石 可以和房間的這位 古爾吉要機器人對話即可 如果不喜歡效果 也能再次對話 選擇移除 移除並不會影響原本的附魔石效果 至於附魔的成功率 除了特效石是100%成功之外 其餘的官方並沒有公告成功率 有些玩家一次過 有些玩家連爆好幾次都沒過 通常是以50%機率來看 也因此有戴富的商業模式 附魔過了才給錢 戴富金額大約是乾石頭的兩倍 要特別注意 戴富得先將服飾交給對方 他如果拿了就走 那就悲劇了 通常會找認識的 或是遊戲中比較知名的玩家 別找主委戴富啊 我有公園之力一定不會過的 附魔的方式 是先穿上要附魔的服飾 和準備好附魔石 在他右下方 這位阿維爾倒序對話 就能附魔了 如果要附的是披肩石 就要到右下方 找這位雷斯查德青蛙對話 俗稱該死的青蛙 假如原本服飾已經附好石頭了 還是可以用新的附魔石去蓋掉它 如果成功就會蓋過去 失敗了會變成乾淨無附魔的服飾 之前附好的會被洗掉 這邊主委想復看看斬首披肩石 來看看會不會過 一二三 哇成功了 居然成功了 太幸運了吧 這次公園之力沒有發揮 最後來介紹一些不錯用的附魔石 以這個斬首披肩石為例 他如果搭配十字刺客頭上 可以有2%的機率 將物理攻擊的1%傷害 吸收到SP中 厲害的是他不限定職業 只要是物理攻擊的職業 都能用 和他有相同SP吸收效果的有 機械工匠的披肩 加神工匠頭上 皇家的披肩 加聖殿頭上 而如果使用浪機 月師披肩時 搭配搞笑藝人 能念無機時 頭下時 固定永唱 可以減0.5秒 一樣可以給所有職業通用 比勇唱時便宜許多 只是會卡一個頭下服飾 假如使用魅影披肩時 搭配神星太保頭中 可以增加遠距離傷害10% 給員工職業用還不錯 未來也會開放更多新的職業附魔石 像這顆斬首披肩2.0 直接給爆傷15% 和二刀連擊 如果搭配十字刺客頭上 2.0 傷害加5% 爆傷再加15% 除了斬首能用之外 如果讓遊俠用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 關於服飾附魔石 和附魔流程的介紹 如果對於附魔石有想法 或是附魔的各種心得 也歡迎在下方 留言和大家分享 我是Charlene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